eclame 明田中輝瑪 喂喂,哈囉哈囉,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14日 大家屈 lado那麽深愛香港這國家 香港這國家 今天和大家引述自由亚洲电台的一篇文章 他就可以讲到你听香港现在的情况 其实由2019年至今我们说量变带来质变 什么叫量变带来质变 随着他做的一些dirty jobs越来越多 你怎样肯定一个人是坏的 他突然之间有一两件事做错 无心之失而已 你可以为他辩解 见见都是这样的 那就是处心积累了 而整件事也很简单 他就只不过是照搬1989年的模式 就是由426社论开始 是他自己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场运动 所以今时今日说什么 习下理想 啊想你习你啊真是 换汤就不换药 不汤又不水 1989年都是这样的 啊跟着就说那些市民怎样不和平啊 到最后都回到邓小平的一句说话 就是令到20万人就羽化升线 啊保20年的平安 底这个林大导演都有讲过的嘛 有人叫他林大总统啊 就是那个省仔会会长林志伟啊 大家还记不记得他 就不在于他现在做些什么 在于他现在呢 你不要说世人去唾弃他啦 他自己的子民 啊很难听啊这两个字 又或者如果你当草子那个子字会对的 现在是他自己的那些子民呢 啊就已经不是宋子民 他那些子民就已经是唾弃这个这样的政权 这个梦醒了啦 为什么啊 喂你说早几十年的时候啊 啊改革开放一直上来 那个趋势是上的嘛 其实跟炒股票好相似 啊不要用个炒字啦 用投资股票啦好不好 就是 红市来临的时候呢 很多人是仍然认为是牛市 直到他们被这个红市换醒 那为什么有牛红之分啊 因为牛呢永远都是向上啊 这样的嘛 而红呢就是有利爪跟着哗 这样的嘛 那这个是牛市红市的由来 突然间变了讲财经 意思就是中国踏上民主之路啊 曾经是好多人的梦想 89年的时候都仍然 吐用他的字眼啦 他又说到这个是小风波 啊原木那些呢 吃了诚实叉烧包呢 诚实豆沙包 是一样颜色的 哇这个人自己移了民去美国哦 是不是啊 原木那些 他自己知道什么事啦 为什么当日啊 在1989年 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事 啊这个原木 他很懂啊 啊因为他知道 照稿毒的而已嘛 然后一个这样的人啊 啊他自己都要挑呢 都要问呢 他理论上已经是亲李鵬那边了 是不是 原因很简单 有些呢 他照稿毒 就得而且照稿毒 中央比我念的应该没错的 啊就是这样啦 所以有时你会发现有些人呢 自己做了dirty job都不知道的 有机会啦 有机会是这样 又或者他是觉得体制里面太过黑暗 啊所以不走不行 是的 你见赛霞那些 他心任此道啦 对不对啊 你留下的就好像 任志强那样咯 带这么说的啊 皇帝的新衣呢 the king's clothes 其实 应该是外国故事来的咯 好了 说回正题这里 香港的 political criminals 政治犯 也就是一些 Dissense 異见分子 咦 在这三年间就增加到超过千多人啦 那有团体就在那里 说这个政权 他没说哪个政权啦 其实一淡淡啦 你说香港就得 总之就是共产 OK Cormonist 就用极不合理的逻辑的罪名 那强加于年轻人的身上啦 就是恶非风波停 美国的香港民主委员会 就建立了一个数据库 显示2019年6月至今呢 最少就有1014名 意见人士就被判刑 那你要留意啊 1014名 是说已经判了的 未判那些呢 成千上万计 那当中当然包括之风啦 这个水平呢 是等同 这个劳卡申科 就是白罗斯 还有缅甸 还有古巴等等 那你说不是哦 乌光达那些 那些直情是 将你乳化升仙 那你不要玩1790年代那些 就是整整个嬌落田 那样啊 找几万人 哇 猜不到法国人那时候 这么厉害的 想这个 医生发明的 重要的那些 断头台上面 时代会进步 人民对于政权的合理性的 那个要求 当然就越来越高的啦 这么简单 就等于你会不会 棄用这个抽水马桶 转用全赤而已嘛 两个不同概念 不好意思 全赤都可以是抽水的 但是 在世人的眼中 全赤就已经是一个令到人家 比较上 还是借振忠说的那些 没有想过香港人不喜欢全赤 这句说话可圈可点 天而无言 是知以像 我经常都说了 他无意间透露了的一两句说话 没有想过你香港人不接受这套 就说了给大家听 那你说香港人错在什么呀 错在竟然会信 他从1950年代开始已经劣迹斑斑的这个政权 所以日军书记有时说特殊政府 那其实大家的焦点就集中了在这个 香港的政府身上 实情不是嘛 他背后那只黑手才是嘛 这个也等同 为什么会计各样 held accountable 的时候 我们会讲一样东西叫做透明度 会讲一样东西叫做conflict of interest 因为就算是 西方国家的社会 你看到今时今日 拜佬先生 拜佬那些 民主政府那些 都可以是这么贪腐的 有制度都还可以这么贪腐 更何况是没有制度自把自为呢 刚才说的千多名 有15%是未成年人 18岁以下的陰功 而未审先筹的情况非常普遍 例如快必大家知道 那梁继平大家记得他 7月1号立法会 大批的年轻人 都有时 显示到的就是 这个政治的打压 就不单止 记住这句说话 不单止是一些知名的 例如长毛啊 知风他们 知名的人士 是全方位的 大规模地针对着年轻人 似乎是想灭绝香港的另一代 所以做家长的其实是有责任将自己的子女送出外国的 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就当然 喂他们人在外地 人地山梭啊 给着你 你都很不舍得 又很不习惯 所以其实家长都应该是陪同一起前往的 就这么简单 这里我要不同意许议员说的说话了 许志峰议员相信 随着很多的被羁押的人士 陆续送去法院的时候 相信政治犯的人数会倍增 那你说我不同意去哪里 你要送上去法院才计算的吗 你现在未审先筹那班都已经是了 根本就已经是成千上万 这点是我不同意他的地方 用字不当 梁继平又继续说到 有超过一半的人是25岁以下 有15%是未成年的 大部分都是说非法集结 甚至乎大家知道啊 这么大的方仲言 只是持有这个Laser笔 那他示范给你看的嘛 那时候拿些油墨的报纸 然后玩魔术我都知道 你只需要塗少少二言的 轮质性的东西在那个报纸上面 然后找那支小型的Laser笔照一照就行了 加点面粉效果更好 所以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下 你至少知道自己不是绝对安全的 某朝一日你只要踩到那条叫做红线的时候 都会轮到你对不对 就没理由啊 你走去去猜度 就是那个国任署啊 你不要理啊 不要猜 你条线不停飘啊大哥 那当然啦 很多啊 都只不过是 其实没什么危险的啊 那但是 一个字叫做Commonist 共产两个字就已经是极度危险了 直接是感受多尾鱼啊 那条鱼好像受个幅射那样的 那 许智峰议员这里作结的呢 我同意哦 我们这些以事论事的嘛 我照应啊 那许智峰议员就表示了 国际社会主要关注呢 是一些有知名度的 但是忽略很多没有知名度的 那他就曾经帮助过很多 希望去到外国升学啦 或者寻求庇护的年轻人 那去写信 证明他们是受到这个persecution 政权的加害 那他希望欧美和加拿大 这个难点啊 你说英国可能会好些些 都不是的 都嫌的 不过寄望啦 欧美和加拿大等等的国家 可以放宽一些移居的要求 令到很多的年轻人呢 就可以远离这个这样的环境 这个我是绝对赞同的 我不知道自由亚洲电台 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啊 因为选角方面很厉害 这个记者就叫做陈子飞 这个OK啊 那个名字是不是 但是这样啊 负责的偏才呢 叫做李世民 至于这个网络编辑呢 就叫做刘定堅 什么堅缩车房 真又好 还是天然无言 是知以仗真是李世民都好啦 事实上水能在舟亦能覆舟啊 讲得好好的就是 大家有没有看过九七家有起事啊 这个兰子在那帮忙做家务啊 是不是 结了婚之后 这个是非常之好的一集 因为呢 哇 英国真是没什么大声 那些B步声就最大声 那 讲回正题 阿兰子之前呢 做情人的时候啊 哇 是不是 非常之那么有吸引力 好charm啊 怎么知道呢 好charm就变了好惨了 未结婚当我是宝 结婚当我是草 因为为什么啊 他觉得自己可以clean这个主权 就是他是你的主人 今时今日 这样咯 即是 必死真的 可能你要见到他们的时候 啊 就不是阿sir 你要叫主人 有什么需要啊 主人 那结果没错 兰子的而且确呢 是走了的 九七家有起事 就是无谓勉强的嘛 是不是 一个这样的家庭 那个丈夫的杂姓就是原罪 那当然啦 事后去找回这个吴君寅 即是如果毛太祖可以找回 1950年代那帮农民去支持他的话 那又是 那些叫什么呀 冤诸头都有闻鼻菩萨的 那他既然那个鼻勒闻不到 那你奉献这东西上去 又OK的咯 大家你情我愿 有些东西就 所以其实2019年 大家看到的就是 香港人错在什么呢 错在信了他那本 所谓的叫做历史文件 是不是 不是 他说中英联合声明 那基本法是在他属下的嘛 那都算其中之一啦 说什么 写住的咯 什么 2020年前 那那 达至这个普选 那而这件事呢 是由一个有 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 什么广泛代表性 都可以演绎的 在爱国爱港 情况下的广泛代表性 就是你的广泛代表性 都是要爱国爱党的 如果一个法律条文 可以不停加东西下去的话 那不排除明天 你会收到80一条 保健一把 自己选80 那都叫做好东西来的 不过又辛苦点 为什么呢 因为你DSE考的时候 很难的 困住这么多科 全C 就是这样 好 今天讲到这里 都